大家好啊 很长时间没有给大家录视频了 那今天呢就跟伙伴们聊一聊 我刚才这个弄这个麦克风怎么的硕士也连不上了两个啊 后来我看了一下说明书就是这个发射器和接收器一样按一下 他俩就连上了 其实是我散炮了不懂 所以说这个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但是呢我也会想是不是这个罗德这个软件 他设置的不好 或者是说能不能把这种就是特别啊 就是平时老老用的一些功能 能不能就是相对来讲做一个按钮 哎我一按是吧 他他两个就连接了 或者是说或者是说你把这个说明什么的就是写一下啊 写一下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就像这种就是像这种背面不有贴纸吗 那你就贴一个对吧 啊怎么怎么连接什么呢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是吧 你看他你看他认为这个是这个发射器吗 他就画了个小影那意思让你别别上 那你连接是不是也能做一个相对来点的一个小提醒啊 或者小贴纸啊什么 当然了在这也有可能没地方啊 但我这个人不事多吗 我一般出了问题不从自身找原因 都从产品找原因 这就是我的一个风格啊 以前不说吗 不要问你为这个国家做了什么 不是不要问这个国家为你做了什么 要问你为这个国家做了什么 我认为这句话 我不同意 对吧 为什么呢 我为这个国家做了什么 我纳税了 对不对 这就是我我我为这个国家做 你还让我做什么呀 我给你钱了 你就给我提供服务就完事了 我认为以前这个就这句话吧 就是个屁话 是吧 这美国有为总统说的名言吗 对吧 完了咱们那个中国政府可下 哎呀这这可下的美国 你看资本主义国家说了 所以你要问人民要给国家做贡献 而不是国家要政府给人民做贡献 你看这往上来整的是吧 我认为不适用 我对这句话 我觉得认为就是个很很没有意义的一句话 我交税我就已经做完了 你还让我做什么呀 对吧 所以老百姓就进到自己纳税的义务 剩下的就都不用做了 给完钱就完事了对吧 我就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 当然咱们别抬杠啊 你比如说什么什么信仰啊 什么感情啊 婚姻呢 友谊啊 健康啊 爱情啊 就这些玩的玄的糊的这些东西啊 咱不谈 我就谈这个社会的一些福利保障服务 是吧 这个吃饱喝足的这些东西 钱都能解决 对吧 钱也能买来爱情 我觉得啊 这从某某种角度上来讲 是吧 所以说这个这个就是我思考问题的一个一个方向 因此罗得这个软件 也软件也好 或者是这个产品也好 还有很大的一个进步的一个空间 是吧 还有很大的一个进步的一个空间 嗯 今天跟大家聊点什么呢 就是 嗯 有很多的 可以跟大家讲的啊 你包括 我最近 嗯 就是 最近我妈嘛 给我发了一个视频 就是 一个小伙 一个小伙 做这个做做做做这个微信那个自媒体 完了没事发点什么 关于日本的一些信息什么的 给我发点这个视频 完了我看了一下 就是 我的总结就是一个骗子是吧 但是很中国范啊 嗯 你看这是一个事啊 这就是国人骗国人的事 完了再有一个呢 就是 我这个 我 我前两天自行车丢了 完了我就报警了 我后来那个自行车又奇迹把他回来了 是吧 还有一个就是我跟日本警方的这个交流的一个过程 我最近 我自己虽然没犯啥事 但是去局的去了好几回 去了能有三四回了 嗯 三四回了 完了昨天呢 还被日本的一个这个这个美女警察是吧 给脸给这个这个拦下来的 可能瞅我不像啥好人说 我感觉也不至于是吧 你是我大半夜吧 你看我这我这词说大半夜也也怪我 是吧 大半夜除去 大半夜除去的就 你说大半夜也就九点来钟 是吧八九点钟那个样 我除去了 日本这边黑天了啊 完了我走走走走走走 就骑我那自行车吧 走走走走走 完了我就被一个日本这个美女警察给拦下来了 完了他说什么呢 他说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 你这个车灯没开啊 自行车灯啊 啊 是急探一下不是急动一下 完了 我一看我说 斯密麻烦啊 哇斯莱塔 忘了是吧 赶紧给他打开 完了他看我前面有个小包 是吧 我怀疑你在包里有危险物品 你打开让我看看 是吧 完了我就打开让他看一看 我的学校的这个课本啊 我的笔记啊什么的 完了他排除了 我是我是一个好人 我把我证件给他拿了看一看啊 排除了 排除了 就是排除我这是危险恐怖分子 是吧 完了之后呢 这就是看我那个自行室嘛 看那上面那个这个这个防范登录的那个号 我有一个号码 查了一下 拿手机查了一下 是吧 他那个在他们那个警用手机 我一看不是丢失的车辆啊 就放我一马 就让我走了 挺有意思的 完了这个日本的警察还是非常客气的啊 这个大半夜的你说八九点 八九点钟 八九点钟算不算半夜呢 就晚上吧 晚上精确 晚上那个警察跟那执勤 日本的警察在那也挺不容易的啊 嗯 所以说那个就是你看日本那个警察 他确实他特别愿意巡逻 你不管男的女的啊 尤其那个男的特别有意思 愿意骑那个自行车 就雨天也骑那个自行车走 哎可有意思了 完了就就就带个那个的防撞那个头盔 完了整那个骑个那个小警用自行车 要拿走 所以说我觉得吧 你看为什么在日本这个自行车丢死了 他容易找回来 或者是说还有人给你送回来 是吧 所以这个我就觉得 还是这个国家相对管理的比较好 嗯 那今天我跟大家讲一讲我这个丢自行车的一个经过吧 是吧 丢自行车的一个经过 这个特别有意思啊 我有一天晚上啊 就学习学累了 干点啥呢 我就出去了 我就骑自行车了 骑我那小自行车悠悠悠的走了 我去新宿了是吧 我去那个Needle里买东西去了 Needle里吧 Needle里前面有一个那个停车场 我就停那个停车场了 啊 就是车都往那停 我也停那了 我就就 我就把车锁好了 我那个车锁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说你把这个 呃 你把这个车只有锁好了 那个那个钥匙才能够拿下来 我这是一个伏笔啊 我这是一个伏笔 我说的每一个都是有有这个道理的 我把这车就锁好了 锁好了以后 我就第二第二第二 我就去这Needle里购物去了 我完了 我当时一看点 8点40多 Needle里上面写8点半 那个那个就是就关板了 哎呦这给我整的 我说那我咋办呢 我咋办 我第二第二第二又回去了 我看了 我看了一眼 我保卫自行车还在那啊 这个时候还没有被拿走呢 我就想 我说这也不能白来一趟吧 是吧 我溜达溜达吧 我就去那个新宿那唐吉克德了 我就把那个那个就是唐吉克德走了 唐吉克德就是一个购物的地方啊 就类似于超市 我点点点就去唐吉克德了 哥门口看看他那个鱼 唐吉克德为了招揽顾客吗 哥门口整个大水缸里头养的全是鱼 那鱼啊我跟你说 他养的贼麻人 就是那种特别长的那种 那长的叫啥鱼啊 就是贼困贼 贼麻人 不到还行蛇呢 是吧 这这麻人死了 完了看着确实挺有意思啊 这反正人家愿意找刺激嘛 完了就看那鱼 看了一会儿跟那鱼相了一会面 完了跟那鱼相完面以后呢 我觉得挺有意思 我就上楼了 就买点吃的买点喝的 完了看点这看点那的 就买点日常购物的用品啥的 我就下楼了 下楼回去了 我就背包叮叮叮回去了 合家给求自行车吧 我就去求自行车了 这个时候 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我自行车没了 完了我就想 我说我的自行车 我买的够便宜的了 我跟那比克开马路 我买的最便宜的 我说最便宜的 就也就一千来块钱 是吧 你还到我一下 你还给我拿走了 我说你这个人太不地道了 是吧 不都说日本安全吗 日本人讲究吗 是吧 日本这个安全 完了那个盗窃率 什么是犯罪率低吗 你怎么把我自行车偷走了呢 还给我急坏了 结果急坏了 完了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我这个自行车旁边吧 有一个跟我这个车是同款的一个车 也在那个地方 但是他不是我的 是吧 因为我那边有那个自行车 有那个防范登陆号吗 我那个号是7开头 他那个号不对 是吧 跟我不是一个号 完了我就 当时我就非常不开心 是吧 我说他怎么回事 我说这车放在地方 这气我呢 就那意思显示我的车丢了 你看这还有一个同款的车 还你你就骑不走 是吧 你就骑不了 是吧 我就看着这车 我就更难过了 是吧 我就走走走 我就看别人 我说是不是谁给我挪走了 我就走走走 全没找着 跟那停车场啊 找了一圈没找着 完了就 就特别难过 我就喝的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想起来的 有事咱找警察吗 对吧 你说你在中国吧 有事找警察 那警察 霍西米是吧 来日本呢 我和你体验一下日本警察的服务吧 我就去了 我去了一个那个扣本 完了 就是那个警察 警察庭啊 就警察就类似于像小派出所似的 一般日本那个就是 就是像那个小派出所啊 都是一般都里就两个人 各里头 就是知勤 他不像咱中国的派出所 里头都好几个人 一整乌阳乌阳的 盖成三的三层五层小楼的气派啊 咱这个日本的小派出所 就是贼移动 贼移动就特别堵 两个人就各里头就就就就就一个地方 就就就形成一个小小的那种 拍出所那个分支机构了啊 就各里头办公 我就去了 去了没人 你知道吧 去了没人 完了到徐罗去了 我看桌上有一个那个电话 日本这拍出也挺有意思啊 桌上给你放个电话 完了你打电话 这电话呢不用你拨号 你拿起来就能数 你知道吧 这自动的可自能了 我拿起来一会就有个人跟我摸西摸西了 摸西摸西之后呢 我说我得挤探下那椅是吧 我觉得我自动车丢了没了 我当时呢就是特别的沮丧 沮丧之后呢我就说我说 我说咋整呢 就就后来说那个警察说 那个你跟他等我一会儿 我一会儿就过去了 后来点点点就来了一个这个日本警察 一个日本警察开开开了车过来 开车过来点点点 告我 那个你跟他等会儿 一会儿就有人来给你这个做笔录了做手续了 完了这个警察就开个车就又了了 这是一个日本老警察 开车又了了 我说你这也没给我服务好啊 这是又走了呢 他说一会儿就来人了 别着急 他看我一会儿来人 完了就走了 我就跟他稍微等了能有一会儿 我还合计你 我说这是不是忽悠我呀 不能吧 我说日本人最重诚信了 哎果不其然 这日本人重重诚信 那马上就来了 来了那个 一个胖胖的警察 胖胖的警察年纪大一点 又来了一个年轻的警察 年纪小一点 那小警察瞅着有点傻了吧唧的 就是呆头呆脑的 喊了喊的糊的 完了那小警察就是跟那个老警察就就就就就就过来了 胖胖警察 那胖胖警察呢就就问我啊自动车没了 我说对没了 我说丢了 咱们两个就是颠颠颠就去那停车厂又给我找一遍 我说我都找过了 说不行 我再帮你找一遍 可热情了 说完了又 搁那个地方 那警察 日本天热呀 你别看晚上 我丢车是在晚上9点多 9点多到10 我10点报答 10点报答 我溜达完都10点 完了那警察就又带我找一圈 哎呀妈这顿折腾了 折腾的全出汗了我还好 因为我不胖 没什么出汗 把那个老警察带我溜的一圈溜的一圈回去了啊 这车丢了丢了整点手续吧 手续这个时候出事了啊 我没带 你说我能合递我车出去丢吗 对吧日本这么安全 我还没事带着那个行车那个 就咱们买车不有个防范登陆给个收据吗 我就谁能带那玩的上上街 对吧 我没带 我说那我回家求去吧 回家的翻家搞个味儿 一顿早 没找着 完了我给给那警察打电话 我说去不了了 哪天再说吧 我去问完了 我说不行 我再去那个 big camera 我再去那个商商场 我再去要一个这个收据吧 我再去找你 那警察说行我知道了 日本警察可客气了 你去他那个地方 就是录这个手续或者是说办事 还给你拿个凳子呢 可好了 还给你拿凳子 还要告诉你挺住啊 你逗走 是吧 十八台可大赛 完了我就坐那了 是吧 不是我说那个什么啊 就是那个 这个路比路的时候坐那 是吧 是这么回事 完了我就找 我第二天我成功地找到了 是吧 找到之后我就第二点点又去了 去了这个时候呢 又换了一个警察接待我 他告诉我 他告诉我什么 你这个案子 就是谁接警的 谁负责 完了他给你办那个手续 他说我办不了 我说那我白来了 他说嗯 白来了 我说这个你是 太不人性化了 是吧 我说那你震去吧 你把我这个 把我这个信息录一下行不行 把我这个信息 我这个这个车辆这个信息提供一下 我下回再来 下回再来 完了定了一个日 定完日了 以后我就去了 我就去 就去那个 报案去了 就算那个 他给我录笔录了 这就算报案完成了 就把我那个车辆相关信息啊 就又输入到这个电脑了 完了我就给我资格成的 我从家走到新宿 我从新室走回来 再从家走到新宿又走回来 又从家走到 给我资格成三 你说这个偷车 你说恨不恨人 是吧 完了我这车就 就就 就一直就没有下落了 下落了 就这么等啊等啊等 等啊等啊等 有一天呢 我去这个尼多利 又去购物去了 我那天去买什么来的 买买那个遮阳伞去了 我去尼多利买遮阳伞去了 买伞的时候我就发现 嗯 我这车回来了 我就在想 我说这个贼良心发现了吗 完了我看跟我那个车同款的那个车没有了 嗯 我就在想 我说 我说是不是这人拿错了 是吧 拿错车了 也有可能 是吧 可能谁不故意的给我拿错了是吧 然后我就在想 我说 虽然咋咋车同款 我这车座比你那个车座挨那么多 我这个车比你那个车心那么多 我说就 你稍微瞅一瞅也能瞅出来呀 对吧 你这这人你也不至于这个缺心眼到这种程度吧 你拿错车了 是吧 但也有可能真就是缺心眼拿错了 再一个我就合计 那咱俩锁也不一样 是吧 你怎么把我这个车锁开开呢 但当时也合计不了那么多了 这都是我过后合计 我当时就在想 我说 哎 我说这车回来了 当时老开心了 老开心了 我现回家 跑回家求的钥子 把那车打开 就又点点点 又从家跑了 又从新宿跑回家 又跑过去了 就来回折呢 就锻炼我的两条这个大长腿了 那这减肥了最近 把这车当时就是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就跟你你比如说你借出去的钱那人不还你了 而若干年之后他突然间还你了你就老开心了是吧 就感觉是这钱私而复得了 这个就跟我那个就这差不多是吧 就差不多啊 我就感觉是怎么这这这这这车回来了啊 那可能真的是这个拿错了是吧 我这车借我这车这个拿我这车可能当共享单车的去骑两天 完了发现嗯 差不多少了又又可能不需要了就回来给我送回来 那也有可能是呃 跟那个车搞混了 因为咱两个车长的就非常一样的同款的嘛 也有可能 但我至今百事不得奇迹 他怎么把我那车开的开的锁呢 不都一把钥子开一把锁吗 我那车锁他怎么开开的 他也没有破坏也没有暴力破坏 而我的钥子还能用 所以就这个是我至今百事不得其解的地方 那是不是说这个 他那个钥子能把我这个厕所开开 是吧 那这厕所也太吃了 这日本做锁的也太不工匠精神了 我一千多块钱的车 你就给我配吧 什么钥子都能打开的锁吗 不知道 是吧 不知道 反正这车就回来了 是吧 你现在也不能说那个人偷了 只能说借吧 对吧 要不然偷了 你就不能给你送回来了 是吧 所以说 所以说就是这样 我搁中国丢的车从来都没回来过 也没有人给我好心送过来过 是吧 都拿我那车都不是当共享单车的 就当自己车骑了 但你看个日本是吧 就当一回共享单车吧 又给我送回来 那这个就是我丢车的一个经过啊 完了这个事呢 其实和我前面给大家讲那个 就日本警察拦截我 查我这个车是不是一丝车辆 我觉得跟这个应该有或多或少有一定的一个关系 是吧 或多或少有一定的一个关系 因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假如说 不是说日本警方就 这么这么认真去查 是吧 这么频繁的去查 你像我来日本才几个月 我四月过来的 来日本现在起月四五六七是吧 才四个月 我就被日本警方盘查了一次 起这件事 那大家可以想 那几乎每一个人四个月盘查 一年十二个月 每个人一年差不多就盘查三回 所以说这个可以说是可以说什么呢 就是说他这个如果那个人 拿我这个车当自己车骑了 他不还的话 他非常有可能 他被这个日本警方盘查 是吧 非常有可能 所以说就在这种管理的一个模式下 他 不管他是良心发现也好 或者是说他就拿错车了也好 或者是说害怕这个警察的这个 这个比如说给他抓到也好 是吧 不管他那种可能 我更倾向于他拿错车了 是吧 就能要他那个钥匙 跟我的一样 就能打开我那个车 我更倾向于这种假设 是吧 更倾向于这种假设 是吧 所以说就是 但是我认为啊 就是他能他能够给我还回来 也不是源于他日本人 这个数字到底高到哪里 哪里去了 而是源于什么 日本对于这个车辆的一个管理 给他无形的一种压力 就是你压根就不敢骑别人车 因为我这个车已经爆爆死了 我不管你是日本也假如警方要逮着你的 他能管你 你这个车 你这个钥匙能开开是吧 能开开完了你就骑走了 对吧 人家爆死了 是吧 你不知道你车长什么样 是吧 那后续可能这个罗乱就非常非常的多了 对吧 所以说就是因为这种无形的一个压力 所以他把车给我还回来 他发现这个车骑错了 他给我还回来 也可能觉得这个骑两天得了 是吧 骑时间长万一出事 他给我还回来 那这都是有可能的 都是有可能 所以这个我还是觉得日本对于这个自行车的管理 确实比这个中国好很多 因为我中国失窃的车辆 就是我丢失的车辆 从来都没有找回过 那咱们换句话说 我这个车 这个人不打开了 就算他骑错了 对吧 他骑错了 如果假如在中国 你找不着他 并且我这个车比他那个车 新的非常非常的多 他那个车一瞅 就虽然跟我的车同款 就是非常就是 就是几乎一模一样 就是同款 但他那个车非常非常的旧了 都已经上锈了 车吧 各个方面都已经上锈了 都已经就就上锈 就是款式都是一样 对吧 就是款式都是一样 他会给我送回来吗 对吧 可下来个新车 我的钥子还能打开 或者是说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就是假如说就是起错了 就钥子能打开 巧了 是吧 对吧 但是我的钥子打不开他的车 日本警察就是拿我的钥子去开那个车 打不开 打不开塔的那个车 但是车所都是一样的 就车所都是同一个品牌的 同一个品牌 所以说我觉得一个国家的一个治理啊管理啊这个能力 或者是说方式和方法 还真的是需要需要去思考 日本思考的就很好 是吧 一个人买车的时候交三十三块钱 进行一下防范登陆 完了之后呢 就就可以了 每一个车有一个编号啊 有就是日本比如说你骑个正式 你说我这车上没贴那个防范登陆那个贴子 是吧 就是他那个号 那也不好死 那就证明你这车你说不明白 要不然你为啥没有号 你说我年九四就没了 磨没了 你好死吧 到时候那肯定请你去橘子里喝茶了 是吧 所以说这个车车车架子上什么这个号啊 印的什么什么打的刻的号啊 或者是那个贴子那个号 你都不能就是给他给他弄掉 哇 所以这个就是我在日本呃 体验到的 或者是呃 或者是就是感受到的一种国家的治理的一个能力 那我一开始这车丢了我都特别窝火是吧 你这是本来这个留学生也没多少钱 隔这边一天就是花销也非常大 完了自己车还丢了 你这丢了一个车 就一千多块钱没了是吧 还有关键啥呢 他舍手 你说我再买一台车吧 万一他找回来了 是吧 完了这个这段时间我就骑不了车了 就特别别 就是日本吧 你要没有我自行车 基本上就等于一个巴拉残疾人 是吧哪都去不了 啊你说我那我坐地铁 坐地铁不行吗 没自行车方便 我说句实话 你还得去地铁站 你还得买票 你还得等车 是吧你要远点行 你要去远点你坐地铁 你要假的或电车 你要假的说那个什么 你要去点进边的 对吧 走到十几分钟 那你骑自行车非常方便 老得劲 买点东西再骑回来 是吧 日本每个自行车 你过不了日的 这最近这这这一个礼拜 这个行的给我整的忽悠忽悠 我的这个死而复得 这自行车死而复得 是吧 历史一个多礼拜 啊 还是不错的 但是我这个我不知道是跟我这个受洗有没有关系啊 我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我就受洗完以后我感觉运气变好了 是吧 这个这个特别开心 完了现在也就算一个这个真正的基督徒了啊 我各国内没有受洗完了来日本以后受洗了 我的那个呃 我对牧师跟我说啊 我说我这个教会呢就是 他是一个美国教会 我牧师是美国美美国人啊 他给我受洗呢是借着这个日本这个教会的地方 但是呢相当于美国的教会给我受洗的 他是这么给我解释的啊 所以说呢啊 就我相当于这个老美的教会给我受洗的啊 是路德的教会啊 说是最古老的一个教会嘛 所以说 我我就觉得还是非常的荣幸的啊 这个我这牧师这个啊 帮我帮我受 就是给我受洗了 然后牧师叫Sara 特别感谢他啊 就受洗完了一个感受啊 就感觉我现在受洗完了 我这要说你不信这个耶稣的 可能觉得我神神道道的啊 我受洗完了以后 我觉得我这个学英语是吧 就是呃 就就就就就 就受洗之前吧 就觉得跟他们交流费劲 受洗之后呢 就觉得用英语交流啊 就特别顺畅 而日语呢也 也也多少提高一点 我说怎么受洗 还跟这个语言沾上边了是吧 还是提高语言了 所以这大家也别说啊 这我也不知道这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可能不信呢 觉得我神神道道的 信呢可能就觉得啊 这是不是 这受洗完了聪明了 IQ上升了是吧 这也有可能啊 不好说 反正我就觉得受洗完以后 我就特别懂事了是吧 我就特别就又上了一个境界了 最近呢就特别特别愿意学习 对学习日语也好啊 学习就是特别丧心 以前呢 以前也丧心 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受洗完之后啊 就没没命的学了是吧 所以说都没时间给大家这个录制片了 大家就就这个理解一下啊 真的没有时间 嗯 我发现啊 我跟大家这么说啊 就是你来国外以后 就是对于中国的一个看法 嗯 并不像过去了 你就包括我当年对这个 这个 这个 怎么说老共吧 老共是吧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看法 我出国以后看法不多了 真的我 我遇到的中国人太多了 就把刘月轩人什么的 我对中对老共没有什么太多的 不好的一个负面的一个看法 除了他那个新闻开发布会 开的有点傻是吧 外国人问什么问题都不敢回答 但这个是体制决定的 没有办法 你问你你你你你前苏联开 开那个新闻发布会也这样 就外交部的新闻 就是外交部的发布会 什么这个那提大记者问 没办法体制决定 上头不点头 底下不能说 他没有自制的 他是层层自约的一个关系 你比如说这回这个 齐齐哈尔出这个事是吧 那个教学楼坍塌 首先是维稳 完了其次呢 再安抚这个群众也好 他安抚不安抚 他主要是为了维稳 他安抚也是为了维稳 为了这个政治的一个需要 那这个可以说什么呢 而且有的时候这个 这么的齐齐哈尔这个事 咱们单讲行吗 齐齐哈尔再下一期讲 等有时间的 咱单烙 今儿这个棒个点差不多了 是吧 棒个点差不多了 这个就是我给大家讲的 我这个丢车的一个经过 你看我说的系中平常 给我造成老大困扰了 我一个多礼拜没撤起 这哪也去不了 这就特别的什么 你比如说去图书馆呢 你比如去看看书啊 买个书啊 就特别特别的费劲啊 这个贼我跟你说 哎不是不能叫贼啊 就这个这个拿我车当共享单车的这个人 真是太太太完蛋了 真的 这 太粗心大意了是吧 你怎么能随便拿别人的财产 是吧 气死我了 所以说我还是建议啊 就是就是留学的这个学生在日本啊 一定要买一个自行车 因为坐电车非常贵嘛 完了成本还非常高 骑个自行车便宜啊 健康是吧 有方便 和乐而不为 还能锻炼身体 再有一个呢 就是说什么呢 一定要多买把书 我现在又买了一把书 买了把密码书 一个密码书 一个那个那个钥匙书 我看谁能把我车再开开 是吧 再开开 我买的最便宜的自行车 你偷我的 够呛 是吧 一般都偷那个带助力的 你贼贵的 给小轿车一个价的自行车 日本的自行车 我给你卖出来填价 大家能想到吗 一个自行车能卖一万多块钱 和人民币 你说是不是能买台车呢 是吧 你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就卖那么多钱 就卖那么多钱 他日本自行车质量还是不错的 我那自行车反正还不错 行 今儿就跟大家聊这么多 咱这个说半个点 完了我继续学习了 我发现了 你指望语言学校 我跟你说 大家这么想 就我现在跟大家说一句 就是你不要指望语言学校 能够把你的英语成绩提高 是吧 如果有人认为日语的 日本的语言学校能够让你的这个日语过N2 那纯熟扯淡是吧 那都是你自学的 这个语言学校他的这个教学进度也好 包括他的这个 他不是以应试 或者是说让你能够达到这个 就是日本招聘工作时候的那种水平 来打造的 而且混日子的语言学校非常多 日本的语言学校也就是办个签证 是吧 办个再留 也就是这样 所以说呢 大家还是要认清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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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语言学校的一个作用 不排除有的语言学校 确实能够帮助 帮助学生提高语言成绩啊 但是千万不要找那种就是 一个是中国人特别多的语言学校 再有一个呢 就是招生特别多的语言学校 一定不要去 是吧 所以这个学校非常非常大 这好几千人的什么千人大小千万不要去 你就去那种口碑好的小的语言学校 相对来讲 比较好 所以说这就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 再结尾吧 再单独说一下这个国内啊 国内今天我妈给我发了一个视频 就是有一个小伙 一个日本做视频 说 就是说什么呢 说这个他帮要帮助国内的人 说去日本 又劳务派遣 又劳务输出的 完了又是语言学校介绍的 又这个那个的啊 就说了一六四三条 就基本上你能想到的 各日本的一些活都有 什么房产中介了 什么这劳务派遣呢 什么这个管理那个管理经营管理啊 就就是光光一六四三条整了 我就看他那小视频上面啥都有 完了他最后吧 就每一个视频都强调 我不挣钱 我就是为了帮助中国人 不是 都忽悠傻上去吗 你天天他说他天天打工 忙的要死贼累 完了你还有时间帮助中国人 我这咋的 活雷锋又出现了 菩萨来了 而且你说你说给那个日本的一些 劳务派遣公司 或者是说就是说 出劳务也好什么的 联系活给他们找人 找客户 完了你个当中一点好处没有 说你是免费的 那我就在想 我说你天天说你打工 就是天天打工 打的那么忙 完了又上语言学校又学习 完了你还能 还能干这个事 说又能介绍语言学校 完了又能这个劳务派遣 又能这个这个经营管理 我说你你了解日本的相关的一个政策吗 你刚来这么三两个月 对不对 你要说你介绍介绍 语言学校还行 介绍介绍你自己的 或者是你关于对于语言学校的一些看法 你就像我我现在也就是 就针对我这个语言学校 我有发言权 别的不知道 是吧 以前和解这语言学校好给大家推荐推荐的 或者是说怎么样 和解那一和解去一批 那不给大家推火坑 是吧 大家不要去那种就是人特别多的语言学校 中国人特别多的更不要去是吧 我是让大家必坑 要别踩雷 所以你看那我上哪推荐去 对吧 再说我也没有那个时间 我说句实话 真的没有那个时间 大家就看我视频 完了自己去找一找 是吧 靠谱的一个语言学校 因为学习一门语言太难了 太难了 不是说那么简单的 你要学的比较地道 而且你要年底 你说你要过N2 是吧 那真的是压力还是蛮大的 我准备今年12月份 我考N2 我过两天就报名了 希望能够这个一次过是吧 我认识一个同学啊 就是他他他这八个月过的N1 但是那真是玩命学 我达不到他那个境界啊 人家呢都考上博士了是吧 人家都是考上博士了 我这次认识的一个博士同学 是吧博士同学 特别厉害 这是属于说是这个 就是特别特别那个 层次特别高的 我呢就属于中游是吧 我就只要能过N2就可以了 行那今天就跟大家说这么多啊 等有有机会呢 再跟大家讲一讲这个 我对齐齐哈尔这个事的一些看法啊 其实我特别好奇什么呢 就齐齐哈尔这些就是遇难者的 父母遇难者的父母啊 我非常同情他们 而且我也非常气愤 就是这个施工法啊 确实确实太那什么了 太完蛋了 把那个材料堆那个屋顶上了 完全是违规施工了 但是我也在想啊 我说就那些家长 他们去指责说政府啊 就维稳的没有人安慰他们 也没有人怎么样啊 我也在想 我说那为什么 那你说 其实我觉得他们应该理解政府 为什么要维稳 或者是说为什么没有人去安慰他 就是这样的 你们的就像这些爹马 就你们你不也希望你们的孩子就是吃上公粮吗 吃上国家的黄粮吗 对吧 你们的孩子假如说吃上这个黄粮了 不一样吗 对吧 比如你们的孩子当上警察了 那不来维持纪律吗 对吧 不怕有闹事吗 你家的孩子假如说去教育了 吃上公粮了 当上公务员了 那你怎么解决这个事啊 教育局说了发个公文说那个就是家长说都安抚了 怎么怎么样第一时间处理了 那你说假如说你这些家长的孩子以后当了公务员 对吧你不写这种文章吗 你不写这种文章你怎么交财呀 对吧 你说我不写我辞职能吗 这些孩子比如以后女排吗 成名了 成名了以后想干啥呢 一个是加分考大学 再一个以后呢 就是分配一个比如事业单位 是国家的 或者是说要是或者金牌比较多 还兴议给个什么主席 像那什么邓雅平啥的 是不是都成公园的 我不太知道啊 那你吃上黄粮了以后 那你那你怎么说话呀 那不都像外交部发言人一样吗 是啊 秦岗 我们的 我们外交部那个公告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啊 那他没说秦岗为什么下去了 对吧 他们自己肯定是知道答案的 对吧 他们自己肯定是知道答案的 我出事了吗 肯定有事 你没有事你 为什么突然间人消失了 肯定有事 就是不知道什么事 也不知道最终怎么处理 那肯定是会有一个结果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这个 坍塌的这些孩子 非常非常不幸啊 非常非常不幸 但你说这些孩子 这些父母 他在指责政府的一个同时 他他肯定又希望孩子以后 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当一个公务员 或者找一个公务员的老公 是吧 我就觉得中国人活的 就特别拧吧 是吧 就特别拧吧 就是你一方面吧 你又要依附这个体制 你又要想当体制里的人 但是呢 你还 你还不愿意成为 这个体制的一个牺牲品 你比如这回校园坍塌 这个事故 那不就是一个是校长吗 教育级的管理 是吧 完了包括这个学校的一个管理 都是当局办的学校嘛 完了教育局管理也不到位 完了包括这些警察去维稳 是吧给这个人民群众 带来的心灵上的二次创赏 是吧 拿他们都当那个上网对象 所以 对吧 对吧 你一方面希望自己的孩子出人头地 去体制内当官 啊 当领导 是吧 当大官 完了一方面呢 就又或者是又希望自己的孩子 嫁给一个公园 完了出事了 这一天呢 说这个体制没有管我 都是官话套话 都是 这就就就特别拧吧 对吧 就就特别拧吧 咱们不敢说所有的这些家长都是这样的 但是肯定是百分之九十九 你公园有几个辞职的 是不是百里挑一像我这样的 有几个辞职的 对吧 所以说我说百分之九十九没有毛病 所以说只能说什么呢 中国人他不想成为那个被牺牲的人 但是他又希望吃这个就是体制内的这个红利 所以他既想吃赵家的饭 又不想被赵家所牺牲 所以说这个就就很拧吧 就很拧吧 这是一个无解的一个难题 我也解决不了 但是我还是很同情 对吧 基于人性的一个关怀 基于人性的一个同情 但有的时候你反过来去思考中国人 去思考中国人的这些 这些想法啊 或者是说这些做法啊 你就感觉他不值得同情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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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 我也没有办法解决不了 是吧 你只能安息不幸怒气不争 是吧 你比如说像我 我不也是被当局打得抱头鼠串吗 就跑日本来了 对吧 吃上帝国主义的饭了 所以说这也没有办法 我也是一个逃跑的 是吧 我也是一个弱者 我不是一个强者 我说跟你对着干了 或者怎么样 但是我能作为一个什么呢 如果我遇到这种事情了 我会悲痛 是吧 我会愤恨 我会怎么怎么样 会看清这个社会 看清这个体制 但是你说 我会不会指着说这警察不作为呀 怎么来维稳呢 那就是一个工作 那就是一个工作 那能怎么样 你换位思考一下 这帮家长要是警察 来维不维稳呢 他不也得来吗 一回事吗 你都做不到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让人家做到 都是一样的玩的 换位思考嘛 对吧 换位思考嘛 是吧 所以我认为啊 就是你像我 我现在很少指责政府了 一个是我跑出来了 我解脱了 再有一个呢 可能就是 也可能是来海外看到中国人了以后 我想明白了很多的事情 是吧 可能这两点原因都有 也别说我站着说话不要诚啊 我老说 怎么怎么样 是吧 赶上你小宁你跑出去了 那也有可能有这个原因 我也承认 主要我觉得还是因为我看透了 我现在对这个咱们当局 没有那么多怨气 没有那么多怨气 他就是这个体制 没有办法 没有人 对这个体制说no 就还是这样 就永远都会是这样 就一万年以后 就是还是这样 问你青港带哪了 就是一万 咱这么说啊 就一万年以后 如果还是这个模式 外国记者问 问这个外交部发言人 说青港去哪了 还是告诉你看外交部公告栏 是吧 公告栏写得非常清楚 外国记者路透社问的 说那个 上面没说青港咋的 你前两天说青港病了 那现在他也没说他病了 对吧 他病他是因为得病 那有什么 那个那个那个下下台的吗 晚上说你看公告栏写得非常清楚 但是公告栏没写得病啊 对吧我不知道啊 所以说 对吧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就是无解 他就是一个体制 就是这么一个模式 就是这么一个游戏的一个规则 一二三四五 就是这么玩的 你国外可以随便说 或者国外的领导人 必须符合事实去说话 但国内就不能那么说 不能把所有的 就这种体制 就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说出来 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说出来呢 他也不能说假的 他不是说不能说假的 他这个上头不点头 他这个话他不敢说 他只能控着 对吧 因为上头也没研究明白 我这个到底怎么对外说 说这话怎么编 所以说他就不能说 谁都不能说 我这么跟大家说 如果我是那个毛宁 我也不能说 我在他那个位子 我还想吃这口饭的话 我也不能说 所以说就咱们大家都做不到的一个事情 就就算了 肯定有国内的那些就是反共斗士是吧 就说小宁你变了 是吧 我恨死这个赵家了 我要推翻他 我要怎么的 我要干死他 怎么怎么这帮喝吃吃 怎么喝吃银肉的 喝银血的这帮忙 我要干 我要怎么怎么的 我要怎么怎么的 是吧 你看看又有报复社会的 你看他还是又怎么样 又开始有这个激愤影的 我都不用多说 就是各国内各网上就叫的这么欢的 你敢出去举张白纸 我都说你是好样的 对吧 就你那个小胆 就没事天天光光干这话的 人那个小胆 我太了解了 你敢出去举张白纸 我都算你是这个 真的 就是就各国内天天大骂政府的 就觉得七个不服八个不愤的 对吧 各网上说 又要这又要那 就咱不用说别人 就李兰斯的那些粉丝 徐晓东的那些粉丝 就是在玩的 对不对 徐晓东都打疫苗了 还扯什么蛋呢 啥都不说了 都这 这闹啥闹啊 街道局委会 是吧 一级政府给徐晓东做点工作 打疫苗了 说面子上过不去啊 打疫苗了 一个疫苗 就街道给做做工作啊 一个疫苗都不敢拒绝的人 你还指望他为中国老百姓发声啊 搞笑吗 行 今儿就是录到这儿了 咱们下期再见 就说录半个点 咱又录了48分钟 下回见面可能我估计 是不是又来一个月了 那就不知道了 嗯 喜欢我的伙伴呢 就是 关注一下 互动一下 我虽然不录视频了 但是我会回复大家评论啊 就是 现在全日语评论了 是吧 练习一下日语 大家可以用那个翻译功能 翻译一下啊 我这个日语都是简单日语 是吧 都是属于那种 就是贼贼贼贼 贼这个怎么说呢 肯定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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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的日语 所以说这个大家就 一翻译就能翻译出来啊 行 那接着就到这儿了啊 咱们这个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